我们学佛的日常生活和佛学理论因紧密相连 学佛人不能在观音堂念经回家就忘记了自己是个学佛人 这样会让别人对佛法产生看法 同时也会给佛法的声誉造成影响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有时候别人说你根本不像学佛人 你称怒更不像 师父还说,这就是你的觉悟还不到位 所以一个人要真正的觉悟 更需要表里一致,践行一致,才能超脱自我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父,谢谢您,我会记住师父的叮咛 今生都牢牢记着,好好修报佛恩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跟观世音菩萨好好修,永不退转 33岁那年,刚接触佛法 那时候是我的三六九关节 开电车被撞飞,电车都坏了,人也没出大事 只有手受伤,很痛很痛,根本干不了活 也没办法工作 被撞后几天,就梦到师父到梦里来给我擦药 然后,第二天,手就没有那么痛了,可以去干活了 师父法身太厉害了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很好,很灵验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父,弟子一定好好修,不辜负您的期望 还记得几个月前,梦里您离开了我们 弟子们哭得很伤心 这时,天上出现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莲花 上面坐着一尊佛 我知道那就是师父您 您说,等我们回家 弟子一定不会忘记的 弟子一定好好修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无论师父在哪里 师父永远在你们每个孩子的心里 弟子感恩您的救赎 您永远在我的心中 永远是我的恩师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性子特别急的年轻人 到隔壁一幢大楼去看朋友 他来到大楼下面 就说安下了门铃 冰崩冰崩 门铃响了两声 里面没有动静 这个人等不及了 马上就返回家 刚走了几步 又觉得我从家里这么下楼 回去不甘心 又回到门前 冰崩冰崩又来了两下 这一次他一看 还是没有回音 他没有耐心了 他等不及了 又回去了 他想一想 我还是回来吧 再试试看 说不定他在家呢 这一次 当他刚把门铃安详 冰崩 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的时候 只觉得脖子一凉 浑身上下 被浇了个冷水透 原来 他的朋友 一直在家里 几次来看门 外面都没有动静 他怀疑有人导弹 就从楼上向下面 泼了一瓢冷水 作为报复 这样去安门铃的朋友 会被漂一泼冷水 那么我们修改命运的门铃 又怎么能不被命运 泼一盘冷水呢 刚学佛的时候 我们希望一求就灵 一看 菩萨 你保佑我呀 怎么还没领啊 马上不学了 犹如刚刚种下去的稻谷 不可能马上 长出生活的幸福 因为人的幸福和命运 是需要等待的 尤其在命运的门前 你如果着急灾难 就像一盆凉水 会从你头上 交到你的脚下 众因必定得果 不管善恶种子 只要你种下去 你一定会长出来 所以我们学博人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你一定会得到 真实的果实 记住了 喜欢好人 把自己就要变成一个好人 天天拜佛 就要把自己修成一个佛 并非拥有是幸福 记住 问心无愧 才是最快乐 最幸福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 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看到一点点事 就不愉快 说明你的心态 当下正处于不愉快当中 知不快 马上调整 这就是随缘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